各位好久不見啦,又來到我們慢棋三分系列 我們這次慢棋三分系列來到了第五十二集 而這次五十二集的對手應該算是目前等級分最高的 來到了兩千零三十二分 而我目前等級分兩千零二十分 到底能不能順利給他贏下去,我們來看下去 這個十九先生,五十二集的對手目前等級分已經突破兩千了 而在五十二集中,目前前五十一集 前五十一集目前我只有輸一場,輸一場然後合兩場 那加加減減的話,我目前是四十八勝,兩合一敗 那第五十二集能不能累積第四十九勝呢? 好,對方選擇的是開放西西里 那我一樣很習慣地走出了我的堡壘主教陣型 現在這個十九勝,會走什麼呢? 有很多選擇,在這邊白方的選擇超多種 有出主教、出騎士、出小兵 還有出小兵、還有出主教 還有...還看過有人回去B3的,是吧? 好,他選擇的是復活這次白格主教 那我照計劃,繼續復活我的黑格騎士 好,騎士復活他是否交換呢? 他不交換的話,我兩個人準備就要把他騎士給炸了 他的選擇就不外乎幾個 一個是回撤,一個是生根,一個是生根,是吧? 如果回這裡就太消極了 這樣等於說他根本沒有走過 蛤?他這個想幹嘛? 他這個很明顯 放棄騎士 想用皇后跟主教來配合一個偷殺 太明顯了吧 這個偷殺,當我沒看見嗎? 那這個偷殺這麼明顯 我要不要...處罰他? 還是我想一下可以怎麼做? 我這裡其實可以最簡單 最簡單就是 只見一個騎士到15 威脅個後教主教順便守出F7格子 他如果給我一個主教敲F7 我就騎士回彈敲,是吧? 好,評估一下 反正是10加5秒鐘有加時間不及 讓我來仔細評估評估 走什麼比較好呢? 守護這個F7格子 這裡可各位豈有小心哪 千萬不要選擇騎士H6守護F7格子 因為白方只要一個騎士炸騎士 就是一個消除保護了,是吧? 所以這裡是很多初學者常放的錯誤 走了一個消除保護 那可能會有騎友問我說 要不要走16呢? 走16我有想過 但是走16的話 這個D6格子 就可能被利用 怎麼利用 他可能就往這個D6格子踩過來呢? 我可能可以衝第5 這個就要評估一下 因為我衝第5的話 他敲我敲他硬炸 我炸的話他騎士過來NC2 NC7帶來抓雙 我還是最簡單的一個騎士15吧 騎士護隔兵 騎士抓皇后順便換主教 他如果皇后閃開就把他主教換了 他如果皇后不閃開把皇后炸了 好,現在這個對手會走出什麼操作呢? 我們來看下去 反正現在是10加5可以加5秒時間完全不及的 好,這個19先生他選擇的是後到B3 後B3把他的主教炸了 換掉他的白個主教 換個白個主教再把騎士翻過來 騎士復活 他拱兵 我就直接將軍 抓兵 感覺還不錯 好 騎士復活 他如果拱兵我就將軍抓兵 是吧 他不管擋誰 反正我就可以把這個15兵給拿掉了 所以他應該不可能選擇拱兵 他必須生根 這是什麼東西? 他這個操作就是 想要一個皇后 護騎士 強行給我一個 抓雙 那這個強行抓雙需要怕嗎? 我玩入寶之後有了後續嗎? 看不出來 那我先換位子 換 換個位子 目前對手只有復活皇后跟騎士 而我已經換位子了 對手再不換位子 我準備就要衝擊第六兵 好 他給兵生根 那我 那我把兵站起來 應該就OK了 把兵站起來做啥呢? 復活白鶴主角 復活白鶴主角 打後代先手 順便騎士把他踢走 踢走騎士 城堡復活 站C險 現在白方你們各位看一下 白方的操作 白方的這幾波操作 然後他皇后走了一步 然後兩步 然後三步 然後又走了同樣騎士 第四步 這四隻已經重複肘子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他走了好多重複肘子 那我能不能利用他的重複肘子 給他一波好看? 評估一下 這裡可變心急 這裡 他如果硬蓋 我再跑過來還是先抓 直接抓如何 他如果來飄過來就好 這是小事 抓 來 飄 哦 抓 城堡不可能抓死吧 他重複肘子這麼多次 我的武修都快全部復活了 是吧 他抓我 我把皇后 把騎士城堡閃開會如何呢 碰個Q 還是我之間城堡閃開 碰Q他就來這裡 那我城堡閃開會出事嗎 評估一下 城堡閃開 當然絕不會有事啊 閃開 寶B吧 準備準備準備就要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來 來抓到我的 換騎士 來抓到我的 我不能拱他嗎 還是我直接來這裡 他如果炸我 我就小兵炸 這個兵就沒根 不好 不好不好 那這裡我可以叫小星評估一下 他如果炸 他騎士炸 我就主教復活 他如果兵炸 他如果兵炸 這隻騎士就需要生根 這隻騎士需要生根 我能夠欺負他嗎 怎麼欺負呢 用B5 他皇后要護騎士 就會選擇走皇后C6 那如果 繼續欺負他走主教第一 打皇后 皇后要保護這個人 好 騎士敲騎士 如果騎士敲 我就主教給個嵌子 他如果選擇騎士敲 那我是不是可以給嵌子的 評估一下 好像還不錯 但是給嵌子的話 他皇后一來我家 我敲他 他敲我 我敲他 應該還過得去 我可以占C牽 好 主教復活 主教復活給嵌子 待會準備城堡閃過來 仇兵站起B5格子 反正現在我這個黑格主教 還咬著B2兵 他的黑格主教不能動 他還必須保護一下B2兵的先手 那現在我應該武器 比他復活還快了點 好他為了給這個B2兵生更新 走了C3小兵 那走了C3小兵 那我是不是可以繼續對他做企劃 好比這個皇后打一個先手 感覺還不錯 皇后打個先手 他如果來這裡 我就補起B6 好 打個 打個先手 城堡打先手 皇后護城堡 主教護城堡 他果然來這裡碰我的B兵 我這個B兵被碰應該不需要大姐 不需要大姐的話 小兵站起來會出事嗎 站起來他拱我 還是直接 把他炸了 把他炸了 補個 好 好 感覺這個騎士卡在我家裡不太舒服 走起B兵最怕什麼 最怕他給我選擇小兵S5 S 選擇兵S的話 那我 這個兵就有點麻煩 如果我過來 他敲 他敲的話 那我寶敲 帶先手 但是這個孤兵呢 這個孤兵被他城堡復活走是不開心是吧 就這樣我乾脆把他騎士炸了 騎士炸了 用皇后給B兵生根 不然給他A線寶復活 對我來說 白寶復活太快了 對我不好 是吧 好 把他的騎士炸了 我就可以不用 冰站起來生根 以免他的冰打開開放A線 對我來說 給他的白寶復活太快對我吃虧 他會選擇誰敲 冰敲還是後敲 他選擇冰敲 合理 為什麼說合理 他想要打我的這條半開放線上的17兵 但應該沒這麼好打 我現在應該就可以 QC7 還是QD7 為什麼我QD7呢 我再找機會看看能不能 保C5 保B5 把他後趕走 好他選擇來這裡 很明顯不想給我保C5 那我還是想要疊寶 有沒有機會 讓我評估一下 這時候如何 直接換個Q 用這樣換 然後我雖然是個疊兵 但是這個疊兵暫時不會出任何事情 感覺可以試一下 這個疊兵到底我會不會出手評估一下 對手下正快 好 我就這樣換 把你Q換掉雖然我疊兵 但是這個疊兵都在白格子 在白格子的疊兵 他的黑格主角碰不到 而且我有一條A線 我還有一隻很沖創的堡壘主角 感覺還行 反正我兩個白格兵 他碰不到我的兵 碰不到我的兵的話 那應該就不大緊了 是吧 那現在他想來這裡 好提前先給 兵生根 提前先給兵生根 他可能這樣操作 有可能 他碰我 那我直接 碰我這個寶 那我寶在哪裡 這裡嗎 這裡 他來這裡 我直接來這裡如何 他就寶敲 還行來 我來這裡 兩分鐘對八分鐘 他下正快 但還過得去 果然來這裡 那我來這裡 好像還行來 寶換寶 換個寶 換寶寶 不換啦 我就不給你換啦 那我能不能 疊個寶如何 疊個寶 他寶俏寶 我就寶俏寶 好 疊個寶 來 我們就來操作一波 這個2032先生有一點東西啊 這個19先生 但這盤棋 我應該是不會輸 因為這兩個白隔兵 雖然是疊兵 但是他目前沒有任何人可以威脅我 而且未來我可以利用A線 雖然他可以頂A3 但是只要頂A3的話 黑隔兵都在黑隔 後翼兵 A2 A3 B2 跟C3都在黑隔子 我的黑隔主教就有機會 對他的黑隔兵做計畫 現在去看我對手會如何隔兵升更的 那MG 嗯 衝兵 他敲 我敲 他敲 我將軍 他就刺我 我就傻了 是吧 才不会中到低级失误 小心啊 别发生那么低级失误 那我干脆走 走这里的话 他敲我敲 他敲底线叫杀 我就再回撤就好 可以出尸吗 走这里 强行把他的第五兵抓掉 他会敢敲我的兵 跟主教用宝牺牲掉吗 他如果宝敲兵 我就主教敲 他如果宝敲宝 我就看出一个城堡回撤底线 他如果碰我的白隔斌 我就把他皇后城堡炸他的兵 带抓主教 应该还过得去 反正他的第五兵目前是没跟的 他会把第五兵给我吗 给我第五兵他就有点伤咯 因为只要给了我第五兵 我就甚至可以把我的一兵给开心 站起来了是吧 他会把第五兵给我吗 现在是一分钟 对上七分钟 但应该还过得去 因为毕竟是加秒 是吧 毕竟是加秒 应该是还过得去 对手会怎么操作 让我着实紧张 这个对手十九先生 感觉很有东西啊 下这么快 他选择生根 他选择生根各位 跟他宝说再见吧 对手是不是再见了 对手再见了 收不到直接投降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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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